来 余老师 男方担心女方总是这样管你 然后你有一种恐慌感 甚至有一种想逃离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能说我希望他理性一点 你知道你为什么说不出这个答案吗 就是你为什么说不出你想要的自由的那个度吗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所要的自由是什么 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要求 你又谈何自由呢 但是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他没有信念 他以为自己思想自由 他没有立场 他以为自己行动自由 他连一个爱自己的女人都没有 他以为自己爱情自由 这很可笑 所有的自由都是在有限制的前提下 才叫自由 比如说 我很自由 我想去哪就去哪 事实上这可能达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你是去不了的 所以自由一定是在自我约束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感知到自由 你获取了家人的关心 你就一定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这就叫有限的自由 每个单身汉在结了婚之后 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触 你找了老婆之后 老婆天天管着你 你特烦 突然老婆回了娘家 你突然之间那三天自由 第一天你特别惬意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我都能干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乏味 虽然想买什么就能买 想抽烟也不用躲到厕所里面睡了 你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 好像没什么意思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你就开始想老婆了 原来人都是犯贱的 有人管着你真是一种幸福 而对于女生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管一个人 就像硬币的两面 你管他的时候 其实也在控制自己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其实管男人的最高境界 不是大声的喝齿 是无声的谴责 让男人愧疾 那才叫最高明的货 你比如说我老婆 我喜欢买东西 我喜欢买我喜欢的东西 我要是一旦买的多了 他不是用语言来喝齿 他会默不作声 他会冷漠 那种冷漠比骂你更可怕 更让你内心欠净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反省自己 男人就会反省自己 我买这么多东西 我合不合理 他一个包背了四五年 我买这么多副眼镜 我内心很愧疚 所以说其实 女人无形的那种管理 是要诛男人的心 而不是管他的行为 你要让一个男人 真真正正的 在一种无声和无形的环境之下 感受到 我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犯贱 人家都是为了我好 不让我抽烟 这种管理是有效的 所以那种跟着屁股后面 天天说你不能干这个 你不能干那个的女人 往往把自己累得半死 往往又不得成效 所以切记 做好自己 跟他约法三章 让他自己去自行控制 否则的话 最后只可能会管皮了 所以对男人说 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对于女人来说 要管一个男人 与其大声地去斥责 不如无声地去谴责 好吗 就这样 听懂了啊 嗯 你也听懂了 所以一切有一个前提 是你们还愿意在一起 愿意在一起 需要多聊 像余老师说的那样 你们现在对彼此了解太少 如果不愿意在一起 这些话没有意义了 想清楚了 两位 有没有意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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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